老板你赶紧帮我看看我之前音乐能不能卖两万块钱 我着急用钱 你这是碰到啥事的 要着急两万块钱 我先上手看看 你赶紧帮我看看吧 看能不能支两万块钱 这明显的是龙羊三剑客呀 北洋龙 招皮中厂 大清宣三 这东西从哪来的呀 这东西是那个时候 我生孩子的时候 孩子还爷爷给的 等于说你公共给小孩的 当时给你的时候有没有说啥 就说这个东西听不好弄 让他放好 当传家保留着 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确实啊 这给小孩留的 为啥要出手啊 我急死了 我有个弟弟 我都认一个弟弟 然后这妈给结婚人下礼礼 下礼下三十万 彩礼三十万 你亲弟弟 肯定是我亲弟弟啊 不是我亲弟弟我能出那天 哦 本来给他凑了 赶楼给我上聊 凑了凑了都凑了 十万万钱都给他聊了 哦 已经凑十万了 对 那你这也可以啊 这 这还不够 还不够 算了算了还差两万万钱了 哦 不就我的那个 姐妹说的那个三十万 什么时候都卖了 我看还不够 我只是没办法了 我想要把这卖了吧 你意思把这银元卖了 对对 给他凑够这个钱 算了 我的天呀 嗯 那确实现在结婚啊 需要一大笔钱 太厉害了 嗯 刚才听你说 这三块银元是小孩的爷爷给他孙子留的 是的 那你现在因为弟弟的事 要把这三个卖了 嗯 合适吗 那合适不合适 那哪呢 都说我都不敢让老公知道 嗯 没跟你老公说 不敢跟他说 之前借贷十万万元都 人家都都吵半天 因为那个事生气 肯定在生气 你想想 都是压过日子的 逃来十万元往外逃 你想想 能不能那个啥吗 那是 肯定对我们有影响 我给你咕咕架吧 好不好 谢谢你给我咕咕 哎 因为这个三块龙羊啊 在这个咱们中国的龙羊里面 非常有名 刚才就说了龙羊三剑客 嗯 排在第一位呢 就是造比总场 这块造比总场呢 是公博评级的 给的是XF45分 包姜是老包姜 龙林 云朵啥的 都非常清晰 背面的字口也非常清晰 也带老包姜 挺漂亮 状态挺好的 一块银园 像这个市场价 应该在 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哦 你有手的话 能手两万块钱吗 嗯 就不到两万也差不多了 哦 然后再说这个大金轩三 大金轩三 还是一个森板龙 嗯 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个 造比总场好 但是也是 XF45分 嗯 字口啥的也算清晰吧 但是流动痕迹 相对来说明显一点 像这个估计也是 大几千没问题 大几千没问题 哦 然后这个呢 是北洋龙 北洋龙公伯给的是 XF01 01的话就是 壁面包姜比较厚吧 嗯 这块银园呢 它的价值应该在 三千左右 那你这给的价格 还快实在了 嗯 实在不实在的 我不是给的价格 我给你咕咕价 但是你卖这个东西啊 嗯 有啥说啥的 你得回去跟你老公 商量一下 商量好了之后 你 你和你老公一起来 我能搜这个东西 那不 那不 我三年卖了凑 卖了都没该 没该跟他说 哦 那确实 咱有啥说啥的 你帮弟弟啊 那肯定是得帮 亲姐姐呢 对不对 对呀 但是 咱有啥说啥的 得量力而行啊 首先把你自己的 小家庭顾好呀 你说你把三斤首饰 都给卖了 嗯 那你老公知道了 多伤心啊 没敢让他知道 再一个咱们就说一下 这个赵皮中厂 还有大清泉山 北洋龙 这三块银元 嗯 你说这是 小孩的爷爷 给小孩留的 那你要是把这个卖了 去帮你弟弟 那你公共知道了 嗯 你想着 他会不会伤心 那不行 我躲着一个弟弟 我必须得帮他 嗯 那我现在今天是受不了 你要想卖的话 必须得跟你老公一起来 你 你不能收是吧 我肯定是不能收 来这东西 我再上家地方 香香香 这东西你还是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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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